好 主播各位觀眾 北市爆出了權貴施打疫苗的檢疫 上週六台北市長柯文哲 更針對了好心肝診所調查報告 做出了記者會的說明 但他也扯出說好心肝診所拿了85坪 而這85坪還是透過民進黨立委高嘉瑜出面來協調 因此今天下午核心這邊 也針對了這個指控的部分 來對外說明 並且提出了從這個5月30號 到了6月8號之間的對話紀錄 而實際上核心確實是領了85坪的疫苗 而總施打人數是來到了883人 他們也是分5次的部分領取疫苗 更強調說其實每一次拿疫苗的時候 都有跟衛生局這邊事先來報備跟協調這個數字 也就是說疫苗打到誰的身上這件事情 衛生局早就知情了 而我們帶你來聽讓院長林思宏稍早的罪行回應 就是核心作為一個台北市最大的基層醫療院所 但是我們沒有疫苗可以打 所以我們要讓同仁暴露在風險 工作坐以待斃的同時 我們的醫療管理階層積極的 為院內的同仁爭取到合法合規的疫苗 這個部分來說我想剛剛從所有的對話記錄 大家也都知道 這個其實事實上是我們每一次跟衛生局的這個 基層的承辦溝通的成果 再來就是當我們拿到疫苗幫第一線人員完全 施打之後我們的速度其實事實上非常快 今天拿到今天就打完最時明天就打完 是因為我們不停的有在造冊 我們知道我們哪些人沒打 哪個單位沒打 每一瓶開瓶就必須打十個人 我們會把人員做院所間的調動 不會浪費掉任何一支的疫苗 我們有申訴的機會 所以我們名單可以公布 我們施打的名單一個不漏的提供給大家 如果市府的這個所謂陣風處 認為我們有施打不符合的 我們也會按正規的管道提出申訴 那這個才是符合民主政治的一個典範